我是害怕 我前面是病毒 我后面是中国的法律和行政力量 只要我活在这个城市 我会继续做我的报道 我只说我看见的 我听见的 我特别喜欢说一些料的狠话 对吧 那作为记者出现了灾难 你不敢第一时间冲到前线来 算什么记者呢 所以我做最后一班高铁来了 我去跟那个护士聊了一会儿 我说你们这儿病人这么多 你们工作压力很大呀 或者说这算啥呀 这已经少多了 没看前几天 整个走廊堵满了 挤都挤不动 那有上千人 那两天天天天哭天天哭 没见过这个太吓人了 缺口罩 缺防护服 缺物资 最重要的是缺 检测盒 要检测盒没法确诊 就只能一次在家里隔离 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很严重 还有很多的问题没有解决 这个方舱医院的形态明显是很像那种 占地医院 或者说是什么水灾啊地震啊之类的临时避难所 但是这并不适合传染病人居住 我连死都不怕 我怕你共产党吗 正礼 缺口罩 成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